王师傅是一名夜班司机 白天睡觉 晚上开车 一心赚钱养家 也没什么不良嗜好 平日遵纪守法 所以当他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时 有点不知所措 警察打电话找我 我也没犯我们事 警察说我干好吧 双方唠着唠着 王师傅这颗悬着的心 才算是放了下来 原来警方是向他打听一个人 后来仔细一问吧 他问我 那天晚上我开夜班 有个人有没有个奇怪人 民警一说对方什么什么特征 王师傅一下子就回忆起 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因为这个乘客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下半夜反正听晚了 我昨天早上把到运警员的话 拿了个人 四月份还不是说特别热 也不说特别冷 这人串的特别多 还戴着压舌帽 戴着口罩 还是感觉这人挺奇怪的 半夜三更了 捂着这么严实 确实让人感到有点奇怪 王师傅也没好意思问 时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 打亮着这位奇怪的客人 完了他上车吧 也没说去哪 刚才说我问去哪吧 他说早要洗澡的地方 就是冷过夜的地方 刚才去了完了灌门 灌门说我又问说那你去哪 完了他说他没眼 完了我就给他在旁边附近放下来 他就没眼了 完了我就结了喇活 完了送喇完一个活吧 完了也是顺道就一直在走走走 又看他搭车 然后就给他喇了 有时候缘分真的是很神奇 王师傅没想到自己照了一大圈 还能拉上他 所以王师傅对这位乘客的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这次他上车没多久 就接到一个电话 完了解完电话 完了他说要我给他送到那房庭过房 完了我送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下车了 然后完了我就走了 好